一卡车7000多公斤的白米运送到九如箱公所 捐赠单位爱多美公司以及主办的九如辉阳慈善协会 动员员工及会员参与捐赠仪式 九如箱找张正亮以及九如箱待会主席兰聪信亲自主持 特地颁赠感谢壮 肯定企业谦卑行善的精神 感谢我们爱多美公司对我们九如箱的照顾 每年有帮助66户的低收还有洛宿团体 感谢我们爱多美 爱慈善机构 对我们九如这洛宿的帮忙 要持续就是每一年每一年帮忙我们洛宿团体 他又集中他的员工 还有集中所有我们九如一些地方人 把大家的小爱化成大爱 然后有那个抛装引玉的效果 所以他现在我们徽养慈善协会的会员 在我们九如就有一千多人 只要乡民有什么任何困难 他们就会集所有人的力量去帮助 去协助这些人 捐赠单位爱多美公司以及主办的 九如徽养慈善协会也象征性的捐赠百米 由九如乡长张正亮代表接受 韩国企业爱多美公司创立虽只有七年时间 但在全球已有八家分公司 台湾分公司多年秉持企业谦卑服务理念 发挥默默行善精神 在公司登高一呼下 千位会员响应行善行列 捐赠七千公斤百米帮助就如弱势民众 让他们不必为了填饱肚子而烦恼 董事长一直鼓励所有的会员以及员工 都是要多多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 那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 也带领着所有的会员跟员工 然后投入这样的公益活动 让所有更多的人可以 不管在社会上哪个角落 都可以有爱多美的关怀来帮助他们 我们每个月花放 每个月由我们的义工团队去花放 去关怀 这些白米每个月将由捐赠单位置工 亲自发送到乡公所提供的列策低收 以及边缘户 共有66户受惠 而除了酒入乡的弱势民众获得援助之外 爱多美公司也针对平北乡镇伸出援手 一年将捐赠三千六百斗的白米 给平北地区三百多户的弱势家庭 捐赠单位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换起更多个切 加入服务助品的行列 用良善的回馈行动来温暖社会各个角落 评论新闻猜力夸张正好采访报导 Dennis Ramhyn 的是 文件央